支持和反對政府發展新界東北發展區的村民 分別趁著立法會議員實地視察時請願 粉嶺平邪村村民不斷拍打代表行政長官梁振英 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等高官的草人 以示對政府規劃新界東北發展 可能令他們失去家園的不滿 以血無家 以血無家 發出民主 發出民主 陪同議員實地視察的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歐傑英說 諮詢期內贊成和反對的聲音都有 新界展區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土地的內地 感動!感動!感動! 而在古洞村支持和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村民 分別向議員提請願信 沒有發展地區就不得繁榮 我認為反對的人自投沒路 為何在香港居住了那麼多代人 我們無權選擇這些環境呢? 因為新界東北發展區的爭議大 政府有需要一再調整裡面的公私營房屋比例 所以第三期諮詢報告的公佈日期一再延遲 我真的不希望他打算臨到立法會戒尾的時候 交一個報告上來 可能只剩下一節半節的時間 大家講完話之後就要逼著投票 民主派議員絕對不會放過 他不會輕易用任何方法要阻礙 有民主派議員希望政府撤回計劃重新諮詢 無線電視記者南海應報道 共佈 clo doubling 停